在最近结束的巴黎奥运会女排小组赛中 中国女排大比分3比0轻松打败东道主法国女排 取得两连胜也提前获得进入八强的门票 接下来中国女排还有第三场小组赛要进行 按照时间的安排 我们将在8月4号对战塞尔维亚女排争夺小组第一 到时候大家记得为中国女排加油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两连胜获得淘汰赛的门票 所以其实第三场比赛并不见得有那么重要 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毕竟中国女排的任务已经完成 接下来应该更好的备战淘汰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女排接下来对战塞尔维亚女排的比赛 恐怕在阵型和战术方面都会非常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前面两场比赛 中国女排基本上都是安排 狼平时期的七仙女阵容首发作战 这也是中国女排目前最强大的阵容 有这帮实力和经验 都非常老道的球员镇守球队 中国女排显然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成绩 不过如今进入到第三场比赛 无关淘汰赛门票 中国女排不排除会进行阵容的变换 让更多年轻球员上去练手 而让朱婷这些老队员好好休息备战淘汰赛 毕竟大家非常的清楚 这一次征战巴黎奥运会 其实主教练蔡斌也带了一些年轻球员过来 包括吴孟杰 这些00后的球员 都是中国女排未来的希望 在这样的情况下 接下来对战塞尔维亚女排 朱婷大概率会被换下来替补 而吴孟杰也有希望和李盈盈搭档出战比赛 其中吴孟杰很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出场时间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女排极有可能会出现00后扛大梁的情况 如此一来 一直辛苦作战的老队员们 也可以喘口气 劳逸结合是最好的安排 当然从目前来看 中国女排教练组 一旦真的做出这样的阵容调整 其实我们球迷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毕竟就像朱婷所说的 这一届巴黎奥运会很有可能是她最后一届奥运会 四年之后 她已经30多岁 她不可能继续带领中国女排征战比赛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必须得考虑接班人的问题 尽早培养年轻球员 尽早给予年轻球员更多的机会 如此一来 将来中国女排就不用面对接班人 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 将来我们就可以更加从容面对下一届的奥运会 和更多的国际大赛 所以接下来也希望大家理解中国女排的整体安排 不管最终朱婷这一些主力队员 能不能够得到上场的机会 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们也期待年轻球员可以争一口气 打败对手取得三连胜